ABL 东南亚职业 南球联赛 白衫在香港东方 今季首场兼主场赛事 对手就是澳门黑熊 其实黑熊队在过去两周都有比赛 做出成绩是一胜一负 拍开球初段看到 他们的最佳男配角艾华斯 射了个三分球 他来外兼备 另外有一位拍档 麦坚尼一个突破分球 给谁呢 是大勇的四号亮建宁 黑熊队看了两周比赛 都发觉他们的三分球是几准成的 东方方面 拿回的锁匙是他 就是7号的基尔 麦甘贵新加盟东方 其实第一节表现也很对白 没错 另外一位外援派斯 基尔交给他之后切入 派斯一个轻松上栏 派斯今年26岁 邵榮国人突破 交到过来萧建勋 其实在第一节中后段 新教练白兰迪很感用一些新人 或是替谱球员 让他们有机会下场 黑熊这边 刘俊邦放过浮标不进 不过他拍出来给他的队友 谁呢 都是他 梁建宁 黑熊队第一节的三分球 非常之厉害 第一节剩下大概两秒 还给到澳门黑熊的刘俊邦 进入这球压锁的三分 结果黑熊队第一节 进入了六球三分之下 以31比20是领先东方 进入第二节 好了 今天进入了第二节 东方的球员就换了不同的人 以及球球派斯 有个机会给他不断加速 自己强行上栏 成功了 下来的东方 其实在第二节 都开始摔着了 横转过来李奇 再给蕭建勋 这个三分球 是什么大动球的士气 黑熊这边 麦建宁 一个很急的射球 不进入 东方抢了个球 蕭建勋两个夹着 最后也交出了 基尔推上来 不贪攻 给底胜李奇 不是 两个自己合作 基尔封了自己射三分球 基尔这个三分球 再把比数追越近 接下来的后转身 进入之下 东方试过反超前 44比43 基尔上半场 已经个人独取了25分 看到下半场的赛事 也要说一说 就是黑熊队的 汶尼高 一个大力入津 其实荷里菲特 上半场有三分 都影响了球队的作战 以及内线 这边 凶了 黎家栋 这个继户位 回路顶 入三分球 马赫红队继续配战 他那些三分战术 这个比较漂亮 闻尼高 入涉之下 给到在伏兵南底的艾华斯 艾华斯其实很高效率 无论在男版和得分方面也不错 这边有浪花兄弟的连线 陈少荧交给李奇 麦坚尼第三次就开始慢慢得分 但是製造机会给了梁建领先 打完第三节 黑红队领先67比63 看到第四节 这边看到就是澳门黑红的球员 梁军雷 他也来过三分球 这场是有三球 到了这段时间 麦坚尼说我不进 三分都射到进 本来麦坚尼的三分球一向比较迷 但是真的想不到 在第四节突然有一个大爆发 不断在三分线上进球 除了懂得进三分之外 三分球之外 你看到他的突破的能力 绝对没问题 结果麦坚尼在第四节 进了四球三分球之下 带领球队赢香港东方 93比79